先进的军事力量,一直是各个国家的有力支持 有些国家总是爱炫耀,自己觉得最先进的军事成就 结果却丢了最大的脸面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国外军事方面出现的打脸瞬间 第五名,韩国国产天工地对空导弹 2011年开始进行研发,历时十多年时间 而且每枚造价为15亿韩元,约合767万人民币 当时被誉为韩国型爱国者 对此韩国媒体也是追捧了十年时间 更是宣称能够拦截,大部分新型战机与中短程弹道导弹 可以说这款导弹被韩国给予很大的期望 也是对韩国国家实力的重要展示 经过一段时间宣传,在一些韩国的民众眼里 天工导弹可以与中国红旗地对空导弹一针高下 至少在他们看来,天工导弹就是韩国军工实力的象征 也是韩国军事力量又一种大提升 2022年11月2日,韩国空军测试天工导弹的性能 试射过程中出现严重的通讯问题 升空十几秒就在空中自爆 未能准确地打中目标 这个结局却让人大跌眼镜 这么多年的追捧却成一场尴尬的闹剧 也成为各国军事迷嘴里的笑谈 虽然天工导弹试射失败 但是也不能改变韩国发达国家的事实 盘点国外军事方面出现的打脸瞬间 第四名,K9自行火炮 韩国自主研发的一种履带式自行榴弹炮 采用的装置和设计都比较先进 是一款52倍口径的155毫米自行榴弹炮 韩国人吹嘘K9为亚洲第一火炮 然而这样的武器 十多年光重大故障就出现20多次 多次造成人员死伤的情况 每一次都让使用者游走在生与死的边缘 自2009年起 韩国军方就进行了K9自行火炮的试试 不料出现了严重的事故 造成5人受伤1人死亡 在买K9自行火炮的国家中 最先受苦的就是土耳其 在2019年10月 有一门K9自行火炮 在射击的时候突然发生爆炸 炮塔都被炸飞出去 这样的事情 让韩国K9自行火炮迷于扫地 同时也让很多欧洲国家 因担心韩国军工品质太差 停止了对K9的采购 除了故障经常发生之外 K9自行火炮的实战能力也不尽人 在严平岛战斗当中 参与战斗的K9自行火炮 发射的炮弹一半都出现打偏的情报 其中一门火炮出现故障 当场就丧失了战斗能力 这样的状况让韩国陆军颜面近视 经调查发现 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火炮管质量差 做工不达标 缺乏维护等 这说明韩国对于武器出口的质量 没有很好的办法 自用版也同样糟糕 就是这样 不少韩国军迷和媒体 也声称K9自行火炮是亚洲最先进的武器 他们似乎忽略了解放军的police到05自行榴弹炮 还对日本19式自行榴弹炮缺乏基本的了解 盘点国外军事方面出现的打脸瞬间 第三名 日本艾普系龙火箭 日媒称其为亚洲固体燃料火箭之光 香港媒体称 日本计划将该火箭改装为洲际导弹 仅需一个月即可完成 这样的言论让日本人都信以为真了 因此火箭发射现场直播 于2022年10月12日开始 当一切准备妥当后 随着点火火箭迅速上升 火箭起初飞行正常 但随后发生故障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判断火箭无法继续安全飞行 于是下达了空中自毁的命令 火箭在空中爆炸 直播也暂停了 官方的直播记录也被删除 日本也因此形象受损 所以日本给予期望的这项技术 只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 可以改变自己军事地位的幻想的小玩意 盘点国外军事方面出现的打脸瞬间 第二名 美国网络部队 众所周知 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世界各地 监视和窃取各级情报信息 由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组成的五眼联盟是世界最大的情报组织 这是长期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原则的行为 对外国政府 企业和人员 实施大规模 有组织和无差别的网络窃密 监视和攻击 这个早已被全球知晓 但是没有办法获取到具体证据 美国还光明正大一枝无耻 宣扬人权 隐私权等崇高原则 私下仍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 针对各个国家 领导人 重要人员时刻监控 直到2022年6月22日 西北工业大学发布公开声明 学校遭受外部网络攻击 经过相关机构两个月被严密调查 全面还原了网络攻击的总体情况 技术特点 攻击武器 攻击路径 攻击来源等 证据详细真实 截至2022年9月5日 中国权威媒体关于西北工业大学 遭受美国NS网络攻击事件的调查报告 进行了公开发布 并曝光了美国情报机构 用于实施攻击的索用工具和犯罪过程 这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里程碑 很多人评论这是给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 该事件被公开描述为中美网络强国之间的直接较量 最后的结果是美国网络部队的失败而结束 美国的国家诚信 荣誉 能力在全世界都受到质疑 中方公布调查报告后 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网络犯罪组织 最无耻的盗窃信息团队 却还在极力掩饰 至今尚未做出道歉 而选择集体沉默 盘点国外军事方面出现的打脸瞬间 第一名 印度航空母舰 2022年9月2日 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正式服役 印度总理表示 维克兰特号证明了 印度对于推进独立研发生产的政策决心 这是每个印度人的骄傲 他的服役将激励印度的民心 印度也将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采用 先进国防技术的国家之一 然而印度给予希望的维克兰特号航母 从设计到现在已经花费了20多年时间 而且培训的第一代航母舰员 台卫上岗就已经退役了 并且起飞技术还停留在 老的华越式构造 与此同时战舰上的很多装备还没有安装完成 更意想不到的是 维克兰特号在建设中期还接受了奥利给的吸引 这可以说是维克兰特号悲伤史的顶点 2018年 维克兰特号在印度科金造船厂进行改造 但不知道因何原因 突然一声巨响 数千里的污秽物从船上喷射出 整个维克兰特号航母被奥利给重重覆盖 这种污秽物并非意外事件 而是来自一艘印度船的化粪池 原来是一名船员在化粪池附近抽烟 将散发出来的沼气引爆 正好殃及了建造中的维克兰特号航母 看着印度媒体发布的图片 维克兰特号被黄色的奥利给覆盖 即使用大型水枪清洗 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元素 这场事故也造成5人死亡 11人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无以为克兰特号是幸运的 没有直接报废掉 不知道算不算出场前的上色 除此之外 印度的航母超日王号也有点达脸 在印度国产航母还没有服役之前 超日王号是印度海军现役唯一的航母 所以印度特别重视 并以使用航母的精力来考虑 印度的阅历比中国丰富得多 当这个话题说出 遭到很多网友的质疑 现在大家都相信了 不过更相信的是 三哥对航母防火的经验 因为航母在服役四年内 就遭遇了三起火灾 世界各个国家在军事科技研究中 有时还是会出现比较尴尬的事情 对此屏幕前你有什么新的见解